父母其实都非常关怀我们的健康状况 一个人要健康 必须要身心调和 中国话又说 祸从口出 病从口入 所以吃东西要额外注意 不然现在一大堆文明病产生 各位朋友 你有没有把握不会得文明病 你们怎么都没人举手 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正确的知识才可以给你信心 所以你也不要担心 如何让自己吃得健康 这一个知识 已经有很多人 投入他几十年的人生 在那里研究 你要不要从头开始读 要不要 不需要 所以我常说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可以看得更远 各位朋友 谁是巨人 我们要教导孩子智慧 那孔夫子 孟夫子就是巨人 您可以直接把他的智慧经验 学过来 比方说在健康方面 谁是巨人 您可以到书局去看看 哪一些书特别 谈健康 特别畅销 你就可以去跟他学书 我刚好 在很多年前 拜读了雷九南博士的身心灵 全体健康 所以其中有提到 少吃肉 多吃菜 这样才会健康 好 那为什么要少吃肉 我们就要去了解 现在人 身体不健康 是营养不良 还是营养过剩 都过剩 但是你看 明明是营养过剩 但是人的脑子里都停留在什么 有没有发现 人好像都慢半排 都还是停留在怕这个不够 怕那个不够 你看我们所怕的 很少遇到 发生的 你看现在孩子要找到营养不良的 还不容易 你还必须坐飞机到非洲去找 台湾还真找不到 找到的都是 寒暑假还开减肥班 是不是 在那里跳 跳半天 然后呢 这个孩子心里面想 我只要撑过今天 明天就可以去吃麦当劳 这样解有没有用 不从根本下手 在那里流汗 他肚子越饿 所以啊 现在的问题 不在营养不良 而在营养过剩 所以其实啊 人所需要的蛋白质 不是很多 一般人觉得啊 肉有高蛋白 其实啊 蛋白质吃太多啊 会损害肝脏 损害肾脏 一个人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 是40克到60克 就够了 其实植物 其实植物里面的蛋白质啊 不比动物少 我们说花生啊 淮山啊 海带啊 这一些食物啊 都含有很好的蛋白质 当我们的蛋白质过剩了 你的身体就会呈现酸性 那有一句话叫酸性的体质啊 是慢性病的根源 温床 为什么 我们设想一下 假如你的身体很酸 把你所有的内脏都泡在里面 你半夜有没有听到 你的肝脏说 我快窒息了 还是你的胃说 我快受不了了 你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听到 没有 你当主人的 怎么这么不负责的 这些内脏啊 长期泡在酸性的环境里面啊 很容易啊 功能衰退 所以才会有这么多 慢性病啊 越来越早报到啦 我还曾经听过 18岁的孩子中风死了 不知道还有没有更早的 这是我好几年前听的 所以你看慢性病都一直提早 因为啊 人吃的食物 错了 不只是内脏啊 容易衰减 现在还有一种病也很厉害 叫做骨质疏 疏松症 听说这一个症状啊 是往后啊 十大死因 后来居上的一个 为什么 当你骨质疏松很严重啊 有时候打一个喷嚏会怎么样 骨头 你们不要被我吓到了 这个也不是我讲的 是报道说的 你看那个 我们有常常说啊 老人最怕什么 摔啊 因为一摔呢 可能骨头碎了 就站不起来 现在不是老人摔了会睡啊 现在很多年轻人去测啊 像我去测的时候 那个测试的人 脸色也不大好看 你勉强及格啦 我们可不能三四十岁去测 测成八十岁的骨头 那就麻烦 那为什么酸性体质会造成骨质疏松 因为人体是一个很大的化学工厂 所以它要维持它的酸碱平衡 那因为你身体里面都是酸 身体会受不了 所以它必须把碱的东西拿出来综合 而人体里面呢 最大的碱就是钙质 那哪里是钙质的仓库啊 你的骨头 所以一天 一点一滴就开始 渗出来 久了之后啊 就会骨质疏松 所以食物 要均衡 所以肉类里面呢 含有太高的蛋白质 不可以吃太多 再来 不只是蛋白质会过高 食物里面呢 还有有形毒素 跟无形的毒素 什么是有形毒素 我们看看 现在的鸡啊 养多久就好了 要这么久吗 差不多五六个礼拜 以前要养多久 半年 真是科技发达 有没有 但是为什么能够 养那么快 中国人常说要 道法 自然 这个都是不随顺自然 养出来的 所以必须打什么 生长基数 抗生素 打一大堆东西 而这些药物啊 最后到谁的肚子里 对 所以我记得啊 当时候我还没吃素 吃那个鸡块 一打开来 看到游游的一团 那个是什么 那是荷蒙啊 所以现在 小女孩的月经啊 越来越早啊 有的还没到十岁 月经就来了 月经来得越早 她的寿命啊 越短 所以这一些食物啊 都在残害我们下一代啊 我们当父母的 不能不谨慎 然后自己的身体啊 也不得不小心啊 去爱护 除了这一些有形的 独树之外 还有无形的 我们设想一下 食物被宰杀的时候 她的情绪啊 一定非常恐惧 非常愤怒 我们自己啊 可以思考一下 你发一次脾气啊 要多少天才能脾气啊 为什么 你有没有看过 发完脾气之后 神经气爽的人 没有吧 因为发了脾气啊 你的肾上腺素 很多 那个腺体分泌啊 产生大量的毒啊 所以你就会全身 污吏 所以动物在被宰杀 那时候啊 全身愤怒啊 就分泌很多的 毒素 所以吃肉啊 里面含有很多 不好的东西 所以才会 现在的文明病啊 一大堆 不止吃肉 对身体有危害 大量 大量 饲养 这些 给人类吃的 牲畜啊 对我们 整个地球啊 有很大的 危害 什么危害呢 很多朋友说 你怎么讲的 这么复杂 我怎么从来没想过 其实啊 整个地球啊 绝对是一个 生命 共同体 牵一法 动全身 宁可不要小看 你每天吃的东西啊 它在影响 整个地球的 存 网啊 所以因为人类啊 大量的肉食 所以必须砍掉很多原始 森林 来种这些 麦子 这些 古类 好 原始森林砍掉了 造成什么影响 土石流啊 很多的这个土壤 都松掉了 再来 原始森林啊 是地球的什么 肺啊 就好像人体的肺啊 在帮你 过滤很多 脏空气啊 所以当原始森林 越来越小 越少 整个地球的空气品质 就越来越差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天气 现在会这么不稳定 连墨西哥都下雪 墨西哥是什么 是热带地方的 都下雪 非常的气温异常 在现在的名词 叫做 温室效应 我们以前都把温室效应 背起来 为什么会造成温室效应 来自于啊 人类排放很多 废气 还有 因为地球的肺啊 1.1滴被 磕掉了 所以其实啊 那一些 种给古类吃的 这些 种给畜生吃的 这些古类啊 拿来给人类吃 绝对都不会有人饿死 所以除了 对空气有影响 对土壤 对水源啊 也有直接影响 因为养了这么多的动物啊 他们会大量排放什么 粪便啊 所以这些粪便就污染土壤 污染水源 所以其实人类啊 可以过得 比较 轻松 比较 干净 只要我们啊 懂得选择 对自己 对环境 有利的 饮食 习惯 那其实我们 做环保啊 就在 每一天 当中 在落实了 这种智力啊 又能够 利他 和乐 而不为 所以你在吃饭的时候 也很有使命感 也是为了地球的 健康 好 所以当我们有正确的知识 才能真正把身体 养好 就能做到亲所好 地畏惧 下一句 请